魏王哲检验暖气在什么地方 好知道他到善道还是恶道 这有必要吗 人在最后一口气断了 底下就是他到哪一道就投胎了 最后一念是成灰 就多半都落到地狱道去 彻宗经理 彻宗徐之理 为什么那么样重施 人在临终的时候 不可以触碰他 神识离开身体 这个状况 我们凡夫不知道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他这是最大的痛苦 经典上比喻 犹如生归脱寇 这样痛苦 所以你就碰他 所以你就碰他 触摸他 很容易引起他的成灰心 这个是对王者极大的不利 有些人 听说 人过世之后 看暖气在什么地方 试验试验呢 他是到善道还是到卧道 最好 最好都不必触摸 我们想探一探 不知道他神识 有没有离开 神识离开了 没有问题 神识没有离开 那对他就不理 不忍心做这个事情 那么一般讲 神识离开身体 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也就是说 八个小时之内 绝对不能碰他 他躺在这个床上 床都不可以碰 这是真正爱护我 真正的帮助我 八小时之后 你要去试验探测 可以 但是最安全的 是十二个小时 断气之后 十二个小时 这是安全的 这个常识 我们要有啊 我们要帮助人 成就人 不能害人 小时之内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